郵局娘 刚想要来这里记挂号信 工作人员可能会照明出示健保卡 走错了走错了 原来这里根本是披着郵局外皮的医院 而且还真的有人搞错 当地人见怪不怪却意外掀起网友讨论 有网友说当你想记信结果被指划伤时很方便 拿话号来记冲完号码牌 咦怎么再批价 还有人说会不会是集邮名邮票有问题时 可以到这里求救 更有人幽默说会不会是邮差容易被狗咬伤 专属给受伤的邮务室看证 根据邮政医院网站记载 邮政医院原本由交通部邮政总局管辖 在日据时代就存在 民国时期更名为邮政诊疗所 后来才改名为邮政医院 在29年前已经转为公办民营 开似不起眼的社区医院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另外科甚至连减重门诊都有 复古的外表下充满着老台北的历史记忆 下次想记信何得看清楚 欢迎新闻发言许陈兴盛开会报道 特别人电梯